各單位的一個公安事件的那個件數的報告 產業主管機關工業局經濟部 他是報告總共是41件的公安事件 環保署給我們的資料是35件吧 35件,OK 老委會總共是31件 一個31,一個35,一個41 到底哪一個數字是正確的 誰可以答護我 這不能剩外時間吧 好,來,杜次長 經濟部的處長 那個環保署剛剛審說要說明 他們是根據有空污事件的案件的整理 那有一些可能比較小的公安事件本身沒有 因為沒有空污事件,所以他沒有算 那勞委會他是考慮到要有勞動安全衛生的相關事件 那我剛剛報告說我有特別跟委員會報告 就是說我們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這一次委員會關心的部分呢 我們是希望盡量能夠讓委員會知道我們都把它納進來 所以有一些介於是不是石化廠有一些邊緣地帶的公司的個案 我們也把它納進來,比如說中鋼探數 中鋼探數在高雄寧海工業區的時候發生公安事件的時候 它也造成了一些環境的影響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石化廠 嚴格來講它可能不是石化廠 但是我們覺得還是需要來跟委員會報告 所以我們整理的部分是用最大的範圍來整理 所以事實上是比較多的 OK,那你四十一線調查出來的報告 基本上還是台售賣了的居多嘛,對不對 就是九層五老委會所報告說 總共它包括是三十一件的災害 那六清所佔的是總件數的六四點五 或者一樣嗎 差不多這個比例沒有錯吧 好,請市長回 我請署長 我們請沈署長 這六位你好 署長,我想十月一號你的談話大家都知道 或許有一點在意氣用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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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 人性 完全理性 完全理性 我沒有說你不理性啊 是 意氣用事不代表不理性啊 環評的結論 基本上讓一個台灣最大的石化園區 在整個擴廠過程裡面 做出比較嚴苛的條件 我想這是不為過啦 這絕對是不為過 站在環境保護的主管機關的立場 那也是理所當然 即便講的企劃 我覺得還是很有道理啊 對不對 那即便在整個過程裡面 可能兩面都不討好 包含環保團體 包含 台塑 但基本上 我想 站在一個 一個在維護整個台灣的環境 面對到這麼大的一個石化園區 在舊場 他沒有辦法減量的過程裡面 那新場也不應該再多出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估的這些 可能污染到 周遭環境 人民身體健康的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所以 我覺得所長應該 還是要持續的 站在這樣的一個立場上去堅持嘛 不然如果說我們把環品丟去經濟部工業局 那環保署可能那個存在的意義就會 就會大打折扣 所以我現在輸中加油了 我知道署長可能會來是很多的走方的壓力了 可能不只是兩兆 還有上頭的壓力 沒有 完全沒有 我感覺是有 因為我們隨時可以走路 好 署長有破例 那我們就支持署長 謝謝 但是我必須要談到一點 衛生署 有一份報告 是今天的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我看到有一點 有點汗顏 可能林副署長也剛才沒多久 他這邊有說立法委員 衛環委員會在九十九年十二月邀請部會考察及謊查六清工業區決議包括等等等等 我就不詳述 他第一個 有說 呃 本署已經參加環保署一百年四月六月十一月召開石化工業區林建地區非金錢方面健康影響補償方案與居民長期健康追蹤 十三次延商會議 獲製共識項目如下 第一 健康檢查部分 台塑公司同意出資並造運行政府建議之執行方式 受檢之居民因執行或透過計劃執行單位之協助 至指定醫院 進行檢查 這個有嗎 這個這你的了解呢 因為跟台塑的協商最主要還是 啊 環保署會站在 啊 的一個制高點 然後邀請兩兆台塑 縣政府 那我是看到衛生署為什麼這個報告 然後他有第二 衛生教育及訓練計畫部分 以將 雲營縣衛生局所提 衛調計畫 納入台塑公司 研擬計畫內容 由台塑公司出資 交由縣政府公開招票委託辦理 有這件事 已經兩件了嘛 第三件 我比較好笑的 委託第三方建立監督機制 台塑公司同意出資 括號 每年兩百二十五萬 交由雲營縣衛生局花包 由第三公正 公正第三者參與計畫監督其執行 就這三件事有嗎 你的理解了 是衛生署的報告嗎 對是衛生署的報告 對 我們需要去核對一下才 我以為署長會跟我答覆說 你應該沒有聽過這些事情吧 應該是這樣吧 署長你先請回來 來 謝謝 請衛生署 還有誰呢 請衛生署 林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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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署長 是 沈署長說還要再核對一下 那就請他核對了齁 我們就等他核對 但是你這三件事我第一次聽到 這個報告從哪邊而來 我們請趙副署長幫忙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這是本署參與環保署主持的 一百年四月六月跟十一月的會議裡面的 環保署哪位長官主持 環保署啊 你說環保署召開的嘛對不對 誰主持的 張副署長 副署長主持的 張副署長 所以你們確定這個有 有相關的會議記錄 相關會議記錄 有確實在執行嗎 不是 他裡面的會議記錄 現在裡面的這些事項都 因為還有一些不同意的部分 所以整個的 沒有 我先講這三項而已 你就針對 因為這個是你們報告 我依照你們報告詢問你們嘛 那這三項是確實成為你在這個文字上 這個報告裡面寫的這樣 已經有在落實在處理的嗎 因為他有其他的那個 你不用跟我講其他 我就針對這三項 整體還沒開始執行 蛤 整體還沒有開始執行 但是你講這三項已經OK了啊 這三項是有共識 有共識 有執行嗎 還沒有開始 因為他其他還沒有溝通好的 還沒有 其他幾項還沒有溝通好的 所以其他幾項還持續在溝通 包括說他 所以我請那個 雲林縣政府的 吳局長 衛生局的吳局長 我們請雲林縣吳局長 對 對不起 吳局長 就這樣一下齁 這個衛生署的報告裡面有 剛才我特別 就不重複了 這三項 有共識 然後確實有在執行 台塑有正式同意嗎 對不起 我再重複一次 台塑有真的同意 要針對這三項來出資嗎 目前是沒有拿到一毛錢 好 所以這個共識 就不叫共識嗎 因為如果有共識 就應該有正式的一個 初期的執行的一個 一個進度 或是怎麼樣 如果有共識該執行而未執行的話 那是我待乎之手 好 謝謝 副署長 因為你的報告裡面齁 我我看到第一點我更驚訝了齁 本案依污染者付會原則 本案依污染者付會原則 由台塑流星進行健康危害調查 本署則依公害 缺分事件緊急輸出應變流程 標準作業程序 可以配合環保署協助地方 衛生署辦理健康調查評估 那我實在就請就叫衛生署 我們如何配合地方政府 配合到什麼程度 然後協助到什麼程度 就目前來講 是不是簡單說明一下 然後 你還是必須站在你的 專業背景裡面 你必須跟我答覆 這種事情 是依照 污染者付會原則在處理嗎 那衛生署的存在 這個空污事件如果發生的時候 我們原則上是會啟動這個 醫療緊急醫療網 六區的緊急醫療網 那這個健康 這個評估呢 這個我們其實從早期 雲林縣政府就委託 台大的詹長泉教授 有做過一系列的檢查 那另外也委託了程大的 教授也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我想這些對衛生署 我的時間悠閒 歐市長 我還要再請問一下 你走路的時間 把我扣起來 好嗎 我聽副市長今天說的東西 我來這邊三年多 在這個委員會 我通通沒有聽過 所以我會很驚訝 我是要把這個事情釐清而已 局長 剛才市長在報告 你有聽到嗎 有 歐市 就你的理解 就你的了解 就俗 還是台塑 還是相關的單位 有確實他 政府副市長剛才所講的 目前確實 衛生署是按照 副市長所提的 這樣的方式在執行 那麼站在地方 是希望說 因為六千畢竟在地方 剛剛我們署長 甚至 環化署所提的裡面來講 對於居民來講 健康的確受到的影響 但是 站在保護居民健康的方面的話 那麼地方政府所提的 是更積極的方式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得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所以呢 我們非常的惶恐 也希望說 未來在這個部分 能夠來保護 更有積極的方式來保護 沒有積極的健康 好 謝謝齁 市長 市長 你 時間夠 市長 市長你很清楚了齁 在整個環保署 站在一個主政單位 在整個協調過程裡面 台售沒有這麼容易 沒這麼好說 沒這麼好喬 這個你很清楚 但是今天不能說台售不做 我們就都不能 我們就通通沒有作為 而且這個共識 基本上 是到底是誰 誰 誰去喬了之後的共識 然後這個共識沒有去執行 怎麼叫做共識 那就跟吳局長所講的 如果這個共識 他們去執行 就台無職守 但是今天這個共識 基本上 是紙上作業 之後東風沒有下文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今天衛生署 依照環保署的協調的 四次的這樣 三次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然後拿來衛環委會 來對委員做報告 這清何以堪 所以蘇弟我是今天在這裡 教會這個回 我希望說 其實齁 要看台售本身到目前的本質 完全沒有改變 他面對環境的污染 他面對他整個企業的一個管理 到目前為止 他是在往下沉 往下沉沦 他只是曉得 用盡所有的方法 期待他可以 透過更多的方式 得到他想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他是顯然他的目的 是要創造更大的利益 但是很多事情他該做而不做 可能導致到最後 他的利益會賺取不了 而且會損失更大 那站在環境保護的一個主管機關 我希望 不只是雲泥縣 還有彰化 還有周遭這居民的身體健康 真的是要靠環保署還有衛生署 所以這個企業 你要跟他照不太好照 照完之後 這是一百年 四月六月十一 欸十一月呢 今年你是一百年一年 現在已經十月了 已經速速 假當我當半 沒半天做到 沒有半件做到 那今天環境不讓他過 還是條件更加的嚴苛 多好而已啦 剛好而已啦 所以期待署長還有副署長 站在人民的健康 我希望你們加把勁啦 多多加油啦 好不好 是的 謝謝署長